再来看一下,所以两箱比较之下 如果可以取HTML 那你一定会想说,那我就取HTML 并且配合什么,配合那个Credit Table 那比起来的话,好像真的比较 程式嘛,整个就完全就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 去解决什么呢,解决那个 像切资料的问题 比如说你看前面这个地方 光要取资料,我们还要先用那个JsonEdit去分析 如果你假设对于这个资料分析不在行的同学 尤其是对Json很陌生的同学 光看到这些就头都很痛了 那另外还要懂得用什么 用那个HML HTTP的这个物件 并且配合这个HTML file物件 那最后的话呢,才能够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还没有结束,还要再利用Call by Value 去取得这个物件阵列里面的哪一个值 所以真的相较之下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如果比较之下 你会发现,那用Credit Table实在是太幸福了 因为呢,只要知道三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说哪个网址 所以哦,这个其实... 不过问号这个其实不用 不过我刚刚好像问号贴上...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贴上 不知道有没有发生错误 然后第一个就是它的HTML 就是它的网址 网址把它加上去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Portest 第三个就是哪一个Table 如果你知道这三个讯息的话 那其实要把一个网页抓下来 其实我是觉得啦 当然用Credit Table来做 相较之下就简单很多 如果你假设跟那个... 无论是在VBA里面或者在Python 其实Python也没有像Credit Table这么容易 这么简易的一个物件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怎么讲 就是看哪个工具比较方便 那你就试着去调整一下 那个工具的使用 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就会比较方便取得资料 那这边的话是各个月份 其实如果你要抓资料啦 当然呢 其实这个参数还蛮容易 像刚才说要改11月嘛 那11月你就是从这边个股 这边...其实这边不是有月份 也是一样可以改 但只是说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这个参数如何修改 你就可以怎么样 一样按右键查询一下 或者是说啦 你可以先... 这个把它关掉 一样的道理啦 按右键检查一下 然后呢...我们一样用那个网路里面嘛 先把里面的资料先清空 然后呢我按一下这个 再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对了 反正让它walk一下 11月...比如说我要用... 我要查是11月份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了 那11月的话它的规则是这样子 Date 所以理论上Date应该就是... 如果11月应该是抓11月01啦 所以它的假设啦 如果我们要是11月的资料的话 那理论上其实就是改个这个参数就好了 这个假设我用Credit Table这边改 那就是把这个参数... 假设我要台积点的11月份 我看一下这边应该是1101看看 其他如果不改的话呢 我们把它run一下看看会不会... 假设我只有改那个Credit Table版本的话 这边按一下 OK 但是它这个地方里面它会一直挑这个错误 可以先暂时不管它 因为Credit Table它会在你的那个什么 公式这边有个名称官员里面 它会建一些这些东西啦 理论上当然你也可以写个程式把它删掉啦 不过如果不影响的话 其实你就不去管它也没什么关系 那你可以看到 欸对它现在抓到就是11月 1号到11月31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参数 把它改成这个1101的话 那就是11 11月份 不过刚刚看到好像12 后面好像不是01耶 它也可以抓到 会不会是说它抓那个Date的这个参数 它只会抓年跟月 那日都不管了 日反正就是它每天 所以如果假设我试试看好了 如果改成11月11 看看 欸这样会不会是也会抓11月份的 我在猜啦 欸对应该没问题 显然应该是我猜的 它好像只会抓年跟月 那日的话呢 它就自己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帮你跑出来 OK 所以喔以后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那当然一样啦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设定一个弹性 比如说你将来呢 可以怎么样 就是问它说 请问一下你要哪一年的哪一月份 OK 所以你这边甚至可以用一样 跟我们上个礼拜做的那个练习一样 一个X 一个是Y 然后X的话请输入哪一年 Y的话请输入哪个月份 然后呢它就把年跟月串在这边 有没有 然后它就会得到哪一 甚至 请输入那个股票代号 股票代号的话这边可以变更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弹性的取得 你要的那个个股的相关资讯了 哇 这样太方便了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这个范例 应该对很多人来说 应该都是蛮好用的 因为我发现 应该只要有做一点理财投资的话 股票投资的话 一定都会去查个股最近的变化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提供给我们相关 其实都还蛮好参考的 比如哪一天的成交股数 跟它的金额特别高 那当然最好的话 后面呢 我们就是可以再把它变成 因为你数字虽然看起来不影响 还是可以看懂 但是说真的 你要叫人家这样看这么多数字 眼睛都眼花缭乱了 甚至你如果要抓历史资料 甚至可以怎么样 再跑一个回圈 比如说一整年的 1月2月3月4月全部串在一起 可不可以啊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练习 倒也蛮方便的 尤其是用Creditable 抓那个什么 抓那个个股的某个月份的资料 然后甚至你可以做成动态的查询 这个还蛮方便的 因为我发现网路上蛮多人在问 如何去抓那个个股的相关资料 有的是会去抓雅虎股市 有的会去抓某一些网页 但是哪个网页方便 倒也不一定 可是如果你想要抓历史资料 其实这个网站倒也蛮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改成Creditable 相对好像比较简单 不过前面的Jason 我觉得还是蛮有参考的价值 请各位也许 尽可能的把它熟悉一下 尤其是这个地方 call by value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也是我花了很多力气 才把它做出来 因为之前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其实一直发现奇怪 那我要抓那个JavaScript的物件该怎么做 后来发现只要是物件 抓物件里面的属性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call by value 这个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以后如果你们有遇到类似的状况的话 也可以用call by value 如果有别的答案的话 欢迎再提供一下 因为我发现我们班上 其实还蛮多的高手的 尤其真的还蛮细心的 那真的有的时候 你有时候遇到问题 真的还是需要 这个叫什么 三个臭皮匠 这个 胜过一个诸葛亮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集思广益 因为如果没有人帮你看 有时候真的会有盲点 像上个礼拜 那个同学问的问题 我这边电脑其实run就ok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怎么改 奇怪都没有问题 但是同学一直说 他没办法删除 我觉得蛮奇怪的 可能真的有时候 这个资料量也许有问题 也许一个关键 还有就是可能平宽也有点关系 因为你执行速度 他没办法删除 主要是因为他资料还没下来 你就执行删除 他其实有删 但是他因为你资料还没全部下来 所以你删等于是 没办法删到你要的蓝 他有删除蓝的动作 有做了 可是你资料还没下来啊 ok 所以我是有跟同学讲说 要不然你就是让程式先等一下 就是用一个application.ways的方法 等个几秒钟吧 但是他说还是不行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 后来原来是这个refresh后面 其实还是要带一个参数 如果你那个参数没给他 预设是1吧 true 那就是说 反正他就在背后去run那个什么 run那个 所以他的参数名称叫background 就是在背后去抓 然后呢 他除了说在背后抓之外 那你的前面程式也继续执行 那不对啊 所以如果改成0的话 那意思是说等我资料抓完之后 你再继续做后面的事情 这样就应该就不会造成 无法删除啦 所以类似像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你假设改成1的话 我看一下 会不会第一列删不到 不过呢 有的时候会因为 资料很少 他不会有那个 来不及删的问题发生 这个这个是 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我看一下 刚刚改的地方 刚刚改成1 改成1不ok 改成0看看执行一下 改成0就可以 改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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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在背后抓 我看一下 背后抓不行 所以在这里的话 他背后会有错误 所以 没有特别去 去 去那个调这个变数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reface后面 预设 还是用0 0或false 比较安全一点点 ok 所以这个也许 我们就 再了解看看 那个 那当然 细节部分 你们也可以 透过那个什么 透过 那个 这个 按下F1 就Creative 按F1 其实里面有相关的查询 不过我发现 新的版本 好像你在查的资料 好像变少了 我发现 旧的版本提供的资讯 比较完整 ok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Creative 里面的它有属性跟方法 那它这边有相关的 可是 我们刚刚的那个属性的部分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port test 你会发现这边也没有 里面该有的都没有 所以显然 我不知道 它这个地方 没有太详细的那个属性 其实属性有蛮多的 它好像没显示出来 不过我印象中 旧的版本好像在 以色列2007以前 好像 那个说明就很完整 里面就会有跟你讲说 哪个属性是做什么用途的 所以像我这一段程式 其实 我已经把很多 很多的那些相关的属性 都把它简化了 就留下需要的部分 但是 是不是还可以再简化 或者是说可以再留下什么 这个也许啦 还是需要try 因为这个我最后会留下这一些程式嘛 主要是try出来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们要绘制那个 这个直条图 所以啊 最后我是希望说 也是做出类似像这样 所以第一步啦 请各位呢 先入 如果你不会写 你就先选取A1跟B1这个范围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是 先用那个 插入这个直条图这边 那你可以用录制的啦 就是录下来 那录下来其实就两行 那主要关键的那两行 其实就是什么 按右键这边来看一下 其实主要就是 add chart2 后面的这两个参数 直条图就这个啦 ok 那后来我一样啦 反正就跟折线图一样 我加了四个参数 前面两个是它的坐标 那我一样放M1好了 M1的left 所以left是水平方向 top是垂直方向 反正左上角那一点 ok 然后宽的话一样是实栏宽 高的话一样是实列高 ok 那一样啦 我先画两个栏位 所以画这个一个 这个是成交股数 成交金额 第二个 然后一个三调 三调的话 你可以沿用之前的一模一样 那最后的话呢 修改它的参数 那就把全部的折线图给 全部的直条图给汇释出来 那修改的地方啦 跟前面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请各位参考前面的部分 然后改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MID 后面的这个栏位数 本来到K嘛 因为现在不用到K 就到I嘛 所以你就到I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更改 应该都一模一样 所以 我其实只是把它call过来 然后 只有改这个自串长度 另外的话呢 还有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 样式 直条图的样式 那其他基本上没改 就可以把它做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哪一天比较高 这边都会显示 11月15号 15号特别高 OK 所以这一天的话 开盘最高最低 那当然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他们的这个 整个的变化 另外的话呢 其他 这个图表标题 为什么这没有显示出资料 我看一下 上面如果有栏位的话 理论上应该都会出现 这可能在检查 检查看看吧 成交比数 是不是有多话 对我这边好像多了 所以我的回圈范围好像 应该还是要改一下 应该for i 不是到10吧 应该只有8反 所以1到8才对 OK 所以把它改一下 不然我 奇怪怎么底下有一些错误 把它删掉 全部直条图 那底下应该就会正确了 对到这边 成交比数 OK 那一样啦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一样可以把它变成两栏 可以把它变成三栏 可以把它变成四栏 那甚至的话 你可以再把资料放在可能左边的工作表 另外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专门放图表的 就是资料归资料 就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画图的话 又另外一个工作表 可以把它分开 等于有点 复习那个 这个上个礼拜的那个范例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Quality Table部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